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年不忘初心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0年首正创新 繁荣中华戏曲艺术 20年首正创新 繁荣中华戏曲艺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阳光雨露20年》戏曲频道 开播20周年系列演唱会的第8场 唱歌 思起来 胜任包团 胜任包团 那这样的曲滴 那是没的吗 真海狼 高原的仙子 黑骨的墙 四路上脱离 手上脉 软行的人儿 真海狼 软行的人儿 软行的人儿 真海狼 唱歌 撕起来 江山回向 一听那步行的豪调 是影哟 不太好 不太好 烈烈的旗帜 脚步横向 天地间轻衣 一唱节奥一彎 奔腾的画下四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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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的梦想 大声高的唱 最好买的歌声 才几张 新的时代 新的化妆 新的化妆 最重备的力量 阿世新娘 记起梦想 大声高的唱 最好买的歌声 才几张 新的时代 新的化妆 新的化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几位嘉宾登场 欢迎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 欢迎 来 请坐 欢迎 欢迎各位嘉宾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我们一起和戏曲频道走过的 20年的点点滴滴 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首戏歌 是新乐和建峰带来的时代今生 其实在戏曲频道的 很多的晚会的这个舞台上 都能够看到两位精彩的演唱 我们俩确实好像在空中剧院的舞台上 包括我们的晚会上 唱这个戏歌唱得特别多 对 确实历练了我们 所以在不同的节日当中 都伴随大家共同来度过 那其实戏曲频道一直以来 也是在节目上不断地寻求创新 那其实说到创新呢 我觉得挺懂意 先来说一说 对于戏曲创新节目的这个感受 其实 其实当然想法很简单 就是除了我们戏曲观众 除了我们以前空中剧院 它有的是固定的受众 除了他们之外 现在时代在发展 怎么能够让我们更多年轻人 能够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途径你得告诉他 戏曲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就想做这件事 后来也是经过几次的论证 当然崔老师 是我创新道路上的一棵大树 真的他给了我很多的信念 和我很多的信心 让我敢去做这件事 要不这件事 说创新容易 但是真正去做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就是觉得 找一个不同的视角 年轻人能够喜欢的视角 用我们的科技 用我们的影视化拍摄 能够让我们戏曲的美 绝 我觉得他的各方面的点点滴滴 可能平常我们只能在舞台上 看到大戏的片段当中 把那些细节和那些点给它放大 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件事 音一杯青春的酒 喝一碗暖心的汤 Eyes想要着变成雨 Much feel free, take it as short 不过的w 饮阳 青野深的夜和 青春与 acknowledge 香愁丙丽更年长 跟你演唱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寻找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 和现代的青年观众 或者我们新时代 找到一个对话的途径和方式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检验是什么呢 就是观众的自然的变化 能不能看到这青年的观众 逐渐地能够进入到 这个戏曲频道中 那就说明你的观众有延续性 第二个老观众呢 他在欣赏这个戏曲频道的节目的时候 他有没有什么新的看点 他有没有什么 他新的欣赏的口味的变化 引导他变化 他接受你的变化 然后促成了戏曲传播的样式的 整体变化 从这点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到呢 就是董一老师 他确实是在这方面做的 还是真的有意思 第一个呢 他形态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呢 就丰富了我们以前的展演的形态 参与的形态 知识的形态 连欢的形态 这四大形态之外 他有了更多的 他在展示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视角 这个差距就在这儿 他说的我都听不懂 但是戏曲频道这么多年 做了很多创新的 我们是从小学习 有一种习惯 从意识上的习惯 从思想上的习惯 可以说 我的很多想法是保守的 也许是被动的 但是我不拒绝 戏曲频道创新 我觉得参加了你们很多栏目 是我完全生疏的 我完全不懂的 我就是摸着盒进来了 跟大伙玩得也挺嗨 不被他人藏 为今得知在这天底下 是你啊 一个人不知在天底下 难道是还知在天上不沉默 我这个知识 与众是大不相同 怎么不同 我就只在四亲城内 拿个黄圈圈里面呢 哦 我认得你呀 啊 你认得我是谁 你是我姑姑的 什么 大舅子我 不是 大舅子我 跟天st 邢 你的 原谅 如此 我 该 写 你 很 你 一 有 从今后不不带着走海棠花 李凤姐 说是茶 不该讲话丢在地下 为君弟用哄声 请忙是起 李凤姐 来来来 我与你唱 茶 茶上这多海棠花 但是这些手段 都是服务于戏曲的传播 对 让更多的戏迷 更多的不懂戏的年轻人 他们关注戏曲 能够走进剧场 或者是能走进十一频道来看戏 所以这个目标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我们电视工作者 还是说作为我们的名家们 这个初衷和我们的目的全是一样的 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戏剧艺术 更加地蓬勃发展 艺术要分几个层面 有的要看一些快乐 对 为什么我们要要演武戏 要演文戏 要演行当多的戏 要演专门的老生戏 和专门的轻衣戏 这就是跟观众的口味不同 实际上我们的戏剧频道 在做的各种栏目的更新 换代 提升 变化 实际上是在做着重要的传播 吸收各个层面观众的手段 吸进来 也就是我们来说的传统艺术 让新的媒体注入它 新的这个时代的风采 变化 变化 作识无分寸 修如香果 一切尊 写盔甲 汉胸池子杯 相处人 杯滴滴滴滴滴滴 张一根 汉修大溃 我把相逢包尽 我只烈佛 清除外面 老将军 你 你你你你你 这算贵 哎呀 陈思阳啊 天魄老迈昏庸不盖 苗石仙彩 羞辱陈相 今生悲惊长青来陪罪王陈相 你要多多地教训吗 把我讲的地理和别人生悲惊长青来陪罪王陈相 所以说这个整整20年 不只是说戏曲频道的20年 真正我觉得是看到戏曲改变的20年 我觉得戏曲频道是功不可没的 实际上真正做的这些 大部分应该是我们戏曲人 他的责任跟使命 但是恰恰戏曲频道 帮我们完成了很大的一部分 把更多的观众带到舞台 戏曲频道应该说是伴随着戏曲的成长 和发展的脉络来进行的 这也是一个不断的戏曲频道 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与时俱进的一个过程 也是我们的责任 义务反护 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们这个戏曲频道 把戏曲艺术不断地弘扬 发展下去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 像《觉儿来了》这档节目 是非常全方位的 去深入地让大家来了解 我们的名家们 是怎样的一个舞台的呈现 包括私下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样就很鲜活 演员张建国 特别疼 开始练功 练到六点钟 表面非常好 好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九 十 好 那其实我记得有一期节目 觉儿来了做的是这个 《御剧长安宫》 那么《空中卷》录制了 这个四代同台演出的 《朝阳沟》的版本 那其实这是 预据《朝阳沟》创牌60周年的 一个专题的演出 对 这场演出印象太深了 而且它的影响太大了 《朝阳沟》是 新中国现代戏里面的经典 而且这一次的演出 四代演员 从现在的最年轻的演员 到当时原排的时候的 像杨华瑞老师 王山普老师 等等这些老前辈们 他们都来北京参加演出 另外也参加了这个董毅老师 这个觉儿来了这个节目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戏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艺术家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没错 艺术就要表达 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 表达时代的变化 同时要搞艺术 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 这种精研精砖的精神 他要小心翼翼地往后搂 搂的是草 就是除 这个地方是比较锋利的 能够把杂草除掉的 这是生活 但是我们在舞台上 还是要来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 那舞台上怎么演的 我们有节奏 我们要唱 对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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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慧 咱就在这练吗 在这练 好 来吧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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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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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不吃醋有问题 好嘞 弹起来庄雅过 非常简单 谁谁知道 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了 好嘞 两只手就不信不倚实话 那一步一步 慢慢来我走 好吧 那一步一身半功倒戏篇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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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一笔不 厌世熟大 勤劳独裁 能够突破这一关 来呀来呀那 打困难了吧 困难困难 还有你这请人找西名 但愿如此 打火了 走 打火去 走 这首戏演了60年了 对 经久不衰 四代人都在演 他为什么还有人看 场场爆满 除了他的内容鲜活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艺术上非常非常纯属 其实我也说 这就是什么 你的艺术怎么能够吸引观众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美 其实呢我觉得呢 就是说一天条一万条 其实这出戏就证明了一个 艺术成功的真理 那么一定就是深入生活 占根人民 同时呢要做到 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量 对 特别积 特别积极地气 特别积极地气 就感觉俩人那个 亲家母一做就那种感觉 感染力很强 有时代的 家常理短 亲家母你来了 来了来了 我有来了 亲家母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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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母我你做想 怎么说这些话哪 走 走 新家母咱们都做嘎 咱们随便还 我赶紧你到家 唱唱的那句话 走 只从孩子地看家 直到你天地看亮花 出门没有宅美歌 世界话不敢离开家 你到家里看一看 你地上了干什么 做了一套新古派 新铃新表情面暖 在家没有中国地 那一次用车吧也没有了 家里弟弟都能干 世人间有九人华 要看谁有文化 可吵哪个啥 而啥 当一个农爷可学家 对 当一个农爷可说呀呀 真像火 他不贵 打花在线的首尾嘛 是川普用他动手 先就敲真爱点点 老嫂子你放心吧 我过不回难为他 在家神来好喝水 一天三个都努力差 一天到晚又开水 茶壶暖瓶又涼散 我过是个中后人 和古嫂情敌 想一个吗 你确实个好情人 他不想成为他的功夫 他肯定是老行 他肯定是老行 耀药 虽说朝国良知罪 远我这谁平太多查 你瞎人不说两家话 你瞎人不说两家话 你瞎在我笑话 咋不见老狄哥来 老狄子 你有来了不是 你好啊 老狄哥 我又来了 老狄哥 我又来了 老狄哥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 你瞎一瞎啊 你瞎一瞎啊 你瞎一瞎 你那妈回去学些 不不不 我要参加劳动 给那鬼女逼时逼时 好 好 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 这样的节目的时候 就会非常全面地来感受 这个剧目 之所以能够流传的原因 是在哪里 还有我们每一位名家的 这个专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想董依感受特别深 对 我当时 因为我是河南人嘛 就是从我小的时候 耳熙目染 就觉得好像 你河南人不会唱朝元沟 不知道朝元沟 这不可能的事 我也能马上就 亲家墨 你坐下 马上就来 就为什么 拉罐拉罐 对 刚才崔老师说到的 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 和传唱度 我到现在我觉得 最荣幸的一件事 就是我能把很多 艺术家前辈的 他们的身影 记录在了 我自己做的节目当中来 我觉得 这个事情 是我很感恩的 而且我是很幸运的 对 所以我看这个节目 我就感觉到戏剧频道 给我们提供了一次 精神上升华的机会 通过艺术 通过我们熟悉的戏曲 剧种和熟悉的老艺术家 让我们精神和灵魂 等于也起到了一种升华 对 其实算起来 绝来的已经做了很多 不同这个剧种的名家了 对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 定义就是个人嘛 卷来了 就是看卷 各个剧种的卷 那后来呢 也是按着大选题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 长安沟 创严 六十周年等等一系列的 其实不仅仅是我在探索 包括我们空中剧院栏目 包括我们其他的 一名惊人呢 包括最早的郭巴尹 再往前就是西米俱乐部 现在我们叫宝贝亮相吧 都是在创建 就每一个固定栏目 都在想 我怎么能够跟得上 年轻人或者让更多的受众 或者让我们的老观众 能看到我们的用心的一种心意 一种表达 所以我觉得 我们作为电视工作者 作为电视人来说 一直 这是我们齐头并进的 一个初衷吧 这也是戏剧频道 能够吸引我们这些老同志 看下去 另外呢 热爱他追随他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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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心 心 心 你 心 心 心 清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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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人不当村 只把村才忐 来到山 啊 再到山 好山滑满满时 他在宿祖宵 江湖正春 只把他春海放满 好山滑满满时 他在宿祖宵 好山滑满满时 好山滑满 好山滑满百 auto 好山滑满! 好山滑满! 她在 她在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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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戏曲频道是有进有出 进是什么呢 她用戏曲来吸引观众 出是什么 她像觉而来得像很多这个 奖人物 包括彩峰这种 她把那个演员 戏曲演员的这个成才的过程 和戏曲艺术的那种 舞台背后的魅力 她都是给你展示出来 我们面对的这个人群不一样 媒体这一块 电视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而我们对待的是 每一场演出的观众 甚至包括我们一直在坐着 可能跟董一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用一种新的形式 然后来吸引新的观众 而我们是把戏送到 哪怕是小学也好 送戏进校园也好 就是让更小的孩子 也能了解戏曲 那么这样我们所有 我们全国的所有人 都可以从一点一滴 从戏制包括去近距离 包括在电视上看 然后去了解我们的戏曲 让我们的戏曲再全民扎根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现在我们梅兰芳演出 一到重大的节日去 都是年轻人 全是小孩 家长带着孩子来看戏 所以说是各个方面 国家对文化的这种重视 包括我们媒体 在发生的这个 润物戏无声的变化 产生了作用 那么剧场 我们老的传统艺术 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的戏曲频道的展示的平台 和我们的艺术家们 还有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都是互相成就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戏曲频道 我一直想说就是各个剧种的 你看每年的一线 在创演什么戏 在复拍什么戏 在我们戏曲频道 都能够看到 所以说戏曲乃至各个剧种 他们在做什么 只要看戏曲频道就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 在座的几位像朱强老师 新月 建峰 还有建国老师 都参与了这个 像《觉儿来了》的录制 还有我们戏曲频道 很多节目的录制 不同戏曲剧种的名家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都有非常多的展示 那聊到这儿呢 下面咱们再一起来 听一首戏歌 看中心心 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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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兵长伤 护月龙乡 为阵阵包括为民客奉良良 准备出大决战 红尖太郎 我可贪婪人龙丧 留我中华 杀我月亮 久多未安 苏正齐 正名水火 敢担当 创建撩起家具 兵强麻壮 狂风暴雨 鸡不败 我的枕脚正昂样 一对对 军兵强烈枪 把白粗珊瑚两头荒 针针交尸入军律 三千层海浪击金谷烟花 五夏天多望 把海盗彻底埋葬在海江 为什么百战百胜不百张 跟一只臣臣仙邦 要的是马祖爷来庆功宴 综村一兵也是我的白鸡 我的遗伤 奇梦怎的独师生 刀除了抢军的金歌 破天荒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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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古金金金 大山不干 万古金金金 大山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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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丰厚白象 十倍地道库安邦 高艾特 倒卫三 一零家船 与 倒卫三舌气余深湄 倒卫三整合的宝川 拥带着中华的庄元长 高威途 高威途 高威途海上的四度彩地飘扬 飘扬 飘扬 永远飘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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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气宇频道在刚开播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种节目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还有一出折子戏专场 是由三折戏来组成的 然后朱强老师 少鹏 还有包飞老师都参与演出了 我们再来看一段这个视频 回忆一下 好 是安 昨晚夜日连环套 见寨师在天前打水 不肯伤害你的心灵 将钢刀插在装案之上 取良你的虎手双钩 以帮你见案上山送案吃寨之情 知人求 好呀 将虎手双钩送了过去 好当地皇 随着一个写生 好呀 老师 不肯伤害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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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哲戏非常的精彩 而且都是咱们京剧舞台上 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些剧目的片段 包飞老师先来说说 当时应该是直播 对 因为刚才看到这个录像 我觉得是突然想起了 是现场直播 当时压力特别大 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 他看的都是我经常演的一些 文声的一些戏 没看过我演过五小声的戏 所以那天直播 对我的压力就是什么呢 是怕我的这个枪花 它有时候会出手 我怕它会掉 它要掉了的话 肯定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体 所以那天幸好都没有掉 它非常的稳演下来了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这个戏曲频道 为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包括这种现场直播 很多我这些参演过的这种小声剧目 使观众认识到了 还有一位京剧的蒙古族的小声演员 所以也为我的以后的艺术道路上 打下了坑石的基础 直播这场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个 我是借人工上唱的戏 我就说这个戏剧频道的直播节目 我演了五花八门的角色 这也算其中之一 这是年金鹏办的一个 算他的一个专题的一个节目 等于他演的是道沟 当时团里面找不到合适的黄天霸 后来就找到我 说你来天霸行不行 我说你敢让我演我就敢演 没有题 就这么着 按说老生行当上唱黄天霸正唱 老生五生都可以唱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是个锻炼的机会 另外我对这种戏呢也喜欢 有这样一个机会 有人让我演 我就上台比划吧 反正就觉得挺开心的 我就觉得戏剧频道 能够直播的时候 我演黄天霸胆是够大的 其实邵鹏也是当时 参与这场演出的时候 年龄也不大 不大 我估计那会儿也 就是拿完金奖之后 25岁到26岁 我21岁进入北京金卷 等于过了四年 就参加电视大奖赛了 等于就被大家认识了 其实我们特别感谢 这个戏剧频道 能给青年演员 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一下就认识我们了 特别好的机会 是 没错 能够让全国的观众 在很短的时间内 对 认识到自己 没错 像我父亲那会儿 都是每一个地儿 一场一场去唱 把自本唱出名气来 这个直播一场 全国观众都看见了 没错 所以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尤其直播的这种样态 特别能够非常完整 来展现演员的这个舞台 呈现的这个效果 戏曲频道其实跟青年演员 我觉得是缘分最深的 因为你看这20年来说 是咱们中国戏曲 特别是京剧界 演员更替是最明显的 好多老艺术家 已经都不怎么上台了 而这20年的恰恰是 他们这拨四五十岁的艺术家 他们走向成熟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空中剧院 给他们记载 给他们搭台 给他们宣传 最后在观众中 种下了他们的影响力 同时也使他们 获得了艺术自信 在这个剧种的传承发展中 走到了一个中间的地位 感谢观众中 感谢观众中 请不吝点赞 我看这拨的合格 一生活 洋洋本里一生活 四年光 竟恨无有伤伤 几两本子 江山万里 曾经的山河暗淡 风雨露灰 一往心 翘首盘 闻天地路在何方 路在何方 幸福和亲 幸福和亲 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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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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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刀垂腾 银龙红旗 一万人竟跟随共分期 脚步空腔 无限浩迈 切换了日月的新天 深重美意 家国豪 年年华 小旱旗 城市乡村 昂然生计 昂然生计 老花一天才 今年更美丽 错步时代行征途 春风满大地 我们看到我们的演员 明家在舞台上 演出的这些传统剧目 新编剧目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演艺戏歌 也是在我们戏曲频道 很多的晚会当中来呈现的 那包括这次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邵鹏和傅佳的演唱 那其实对于戏歌的这种演艺 也是一种 对于戏曲艺术的 不同角度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我们一些传统的戏曲 可能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他可能不能一下子去接受 接受 那么他第一次听戏歌的这种方式 他可能觉得更加的亲切一些 然后听起来觉得更加的容易一些 通过戏歌 他才慢慢的深入到我们的传统戏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是一个深入浅出介绍 非常好推广我们戏曲艺术的方式 没错 说到我们这个戏曲频道 的确是在很多这个传播方式 宣传方式上做一些创新的尝试 比如说《空中剧院》 这么多年来推出的这个风香戏 应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样式 而且又要说到邵鹏了 我们平时看到他很多老生的扮相 英俊潇洒 在风香戏当中扮上蛋卷 那也依然是非常的漂亮的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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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站在江湖 沾下的宝台 见到海急急忙忙 上街街 一轮顶月朝夕一追 我听也听不见 在那欢呼桥楼上 帮耳听不见的敲 中耳听不见的装 我觉得这个风香戏 是咱们空中剧院 这么多年 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了 每年就是说到这个时候 观众特别的期待 其实它是一个给演员 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 这么一个平台 非常的好 可惜我没这个才能 就是说这风香戏 真的我看到朱强 还有什么少朋友 还有其他 你们那一组 当时五个老生 唱的这个孙上香 各个流派展示的 非常的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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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香戏 风香戏在中国的这个京剧界 它有传统 不过你这老先生 可能没改成电视这个时代 你比如北京京剧团 那次的风香戏 这帕船庙 是吧 马莱莱先生的费德公 这禅富英的朱光祖 你想那现在来说 那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风香戏是演员之间的一种联欢 但是放在空中剧院的 这样新的环境中 就成了戏曲演员 跟观众的一种同乐 对 所以呢我认为呢 就是它找到了 也是戏曲频道 和观众的一种勾连 小娘演风香戏 也是咱们戏曲界的一个传统 牛来已久了 而且呢我觉得风香戏呢 也培养出几个明星 比如这里面像那个 一个叫宋小川的 还有一个叫包飞的 还有一个叫朱强 对 大家都认识吧 是干什么的 就是看完风香戏 你不知道他是唱什么行当的 他哪科们 所以包飞老师真的 还有朱强老师 都是一直参与这个 风香戏的创作全过程的 是 这个风香戏呢 刚才池团也说了 真是咱们戏曲频道的一个品牌 每年都在小年的时候 隆重推出 确实是这个风香戏 都汇聚了全国各地 重点院团的主要演员 所以观众呢 看到的时候 每次都特别地惊讶 因为呢 他不是展示自己本行 都是展示这个 反串别的行当的 一个精彩的片段 所以我觉得对于风香戏 我可能是特别有感情 因为呢 我从第一届 一直到现在 已经参加十几期了 在这十几年当中 确实是我演过这个花脸 这个花蛋 还有这丑角 这个彩蛋 就是没演过老生 和这个老蛋没演过 全都这个反串过了 每个行当都演过了 但是我记得在第一次的时候 是这个咱们空中剧院 这个风香戏是大西黄庄 给我派的角色是这个彩蛋 刘氏 我当时一看完这个资料 我就有点傻了 我就特别还问了一下 我师父张春孝先生 我师父是这么回答的 说这个反串啊 我建议 如果你要有水平 你就接这活 他说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员 就包括跟你师娘 刘迅荣先生 当年反串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是接到 反串的这种活 这风香戏的时候 我们是很认真的 就包括你师娘演 长板波的赵云 那拿出来以后 在舞台上展示 那是够一脉的 不是说你演完了以后 还像轻衣 或者你演完了以后 像小生 所以如果你要有这种把握 你就去接 所以我就翻阅这个资料 那个刘氏呢 它是一个彩蛋 不但要幽默 在汤马中呢 还要有一些舞蹈繁重的 所以我也是 结合我的条件 反复地去揣摩 我们猛族人不老爱骑马吗 所以我这马 他们就加了点 我们蒙古族的 这个舞蹈动作 所以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也撒得开 就是变了一 整个变了一个人 而当时的扮相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是 之后呢 确实是又像这个 卢花荡啊 张飞这种角色 我就是按照我师父 说的这句话 既然要接了 你必须上去 你要认真 不管你好与坏 你必须要认真对待 你看我这卢花荡 我当时记得找的是 是我们北京金岸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表演艺术 罗昌德老师 还有张关正老师 两位老师为我夹工这首戏 我 让你 让你 弄好 弄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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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了 别哆嗦 你别给人打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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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你棒 这包飞啊 是风香戏当中 最当事儿的 你看她到风香戏当中 那就撒花了 把所有的浑身解除都出来了 这风香戏 可以说 这前七八年 我就一直在参与这策划 每年确实是挺伤脑筋的 要想点新东西 想点新点子 但是我觉得风香戏 对专业演员来说 是个考验 确实是刺激了很多演员 多学东西 挖掘了潜力 挖掘了潜力 所以说很多演员 是通过风香戏 发现我还可以学这个 我还能唱这个 我还能演这个 她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展示自己 展示自己怎么办 我得来点新鲜的 她就去学去了 我觉得风香戏 起到作用就是刺激演员 让演员对这一行更加热爱 对这一行更加投入 对聊到风香戏 包括我们每次看风香戏 真的带给大家太多的欢乐了 是 是 所以观众也每年都在期待 很期待 我所有转弦也尝升联灯 走这回到车时 正在眼前面 将其σε弹出风味 然后从小鸦 和其四肖的风和气 封销之声 和体压力 和其四肖的风气 一人在地园 冒失换作心之弦 圣诞 京城 请我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凶者怀疾王 江海作莫大地间 只把旗帜遍起功 圣诞 春世 玉楼 欢迎 大河出福利用 并容春世间 不自信不远 青春好好作榜 大河出福利用 一曲青春意 长八指更尽 阳难过长海 新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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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黎原青春影》 的确在青年演员的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的青春的活力 同时也看到了 京剧艺术美好的未来 对 他们从事的是一个古老艺术 但是他们本身带给古老艺术 很多青春感 而且他们的青春 实际和20年戏剧频道的发展 是同步的 你比如这些演员们 我作为老观众 都是熟悉的 不同的时代 他们不同的展示 其实他们的功夫的变化 以及他们的成熟 就体现了中国戏曲 特别是京剧艺术的 它的那种魅力 和它的那种生命力 那其实这次 马博通和李晨 也是参与了 我们这个戏歌的录制 应该说是这次 戏剧频道开爆 20周年的一个主题曲了 《阳光语录20年》 这次还加入了地方戏 我们是京剧演员 跟地方戏的演员 乐剧演员一起合作 所以我觉得更有特点 其实这里头融入不同的 这个戏曲剧种的演员 一起来合唱的 最重要的感觉就是 我们跟地方戏一起唱的 就是就感觉到了 戏曲的这种包容性 特别地强大 然后我们在去互相磨合的时候 感觉还是碰撞出了一些 比较新鲜的这种火花 应该说是一次 不太一样的这种舞台表演的经历 不同的感受 在座的几位演员 都是参加了我们戏曲频道 很多的节目的录制 可能在自己年龄很小的时候就有 那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方旭 在戏曲频道参加的 这个节目的这个珍贵的画面 来一起看一看 婊子 找我手 子 也是 十有刚 正明是孩儿 李 李 李 你好 要 好 抓紧起来 蜜圍 小花 我坐 廿 下 廿 二 来了 来 小火怒 才爱 祖师儿 真 担 担 压 死 流 过 张 依 放尾茫茫玉幽 芒八痂 幸啊 火 section 买入 热乎五花光 當時這是多大呀 姚七那是四歲 四歲吧 對 對 這個剛才道玉瑪那個 應該是我還在上戲校 中國戲劇院那個學生期間 可能有這麼一個展示 但是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真是感謝戲劇頻道 還保留著這樣的資料 我覺得戲劇頻道空中劇院 就是伴隨我成長 我覺得現在咱們各個院團 能夠和戲劇頻道和空中劇院 這麼一種有機的結合 真的是給我們這些演員提供了一個特別好的平台 能夠面對觀眾 面對觀眾的這種檢驗 真的是感覺到這一路走來 就是感覺到方須長大了 然後對京劇藝術的這種 這種嚴謹的態度 這種摯愛的情感體現得更加的豐富了 因為那會兒她畢竟她不是從事專業的 她是觀眾和老師專家 對你要求的這種級別是不一樣的 要不剛才就私下跟崔玉老師聊天的時候 我就想到有時候張哲姐說 方須你看著來上這節目非常嚴肅 非常跟平時不太一樣 對 其實我覺得方須說得特別坦率 這些朋友是我應該說是看著他們 長大的 在空中劇院變化的 不能說長大的 因為我還沒長大呢 看著他們在空中劇院變化的 而且這些孩子們最初的 你看是在空中劇院能夠出現 其實是一種幸運 但是他們現在都已經成為 空中劇院和戲劇頻道的主角 你比如說現在好多戲劇頻道的很多欄目 他們都是主要展示的對象 而且他們還參與了好多這種欄目的那種推廣 因此我覺得中國京劇的希望 現在看就在他們身上 在我對他不多的記憶裡 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午我不睡午覺 爺爺抱著我 一邊拍一邊唱 自幼兒蒙嫂娘殉教撫養 金石銀永不忘鳴記心旁 有志願教撫養 金石銀永不忘鳴記心旁 為什麼當時選第一個赤桑鎮呢 我覺得他有一個利人數得的 就是這麼一個標準和典範吧 因為這齣戲從傳承角度來說 到我這兒已經四代人了 從求榮榮大師到我爺爺 到我師父到我這兒 再一個我覺得就這齣戲的戲詞 寫得特別好 魏正人 先正己 人己 樣 責己寬 責人言 怎算得國家動良 我覺得對唱戲做人都是一個標杆 我覺得從求先生到我爺爺到我師父 他們也都是這麼做的 也對我們都是這樣傳承的 是確實在這個戲當中有故事有內涵 來通過演員來傳達給觀眾 所以我覺得我做完那些節目以後 我又重申審視了一個戲劇演員 怎麼樣敬畏這個舞台 這個赤桑鎮 到底是怎麼樣一段這種包公培情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對以後的這種表演 是我也有產生一種新的印象 這個欄目使得戲曲演員 他不僅會唱戲 或者在唱戲上鑽研 他還要通過這個欄目的他的演講 他要把戲曲好在哪兒 這個劇目中的精神意義在哪兒 包括他自己在演講的時候 跟唱戲的時候不一樣 唱戲的時候可能你肯定不緊張 但是演講的時候不是你的本色行當 他要表述的很有條有理 還有有感染力 還要進行思考 其實這個戲曲頻道也在重塑 今天需要的符合型的戲曲優秀人才 是 是 剛剛看了方旭的 而且還看了小的時候的演唱 很精彩 那下面我們來看看張嵐的好不好 好 來一起看一下 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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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我師父影響 他平時呢特別喜歡聽大鼓 然後呢他也總教導我說 這些其他的藝術門類啊 都需要去嘗試一下 去多學 多學 然後多吸收 然後將來你遇到什麼 自己創簽的時候 你就都能用上 所以呢就是特意學的這一段 其實正是因為經驗員們 對自己一直以來的這種嚴格的要求 才能把我們的戲曲藝術不斷地發揚光大 才能讓我們看到戲曲藝術的春天 那下面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聽一首戲歌 練習 Movement 在這裡 整天 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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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流线盘 不可当 好一个好一个中国农朝日 他浪万千 心情香 不凭桃生起 杨范英小康 一带一路长心去 复兴路上 歌流量 一带一路长 一带一路长 一带一路长腻 一路长腻 天红万安寺 山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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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大美中国梦 旁出百年新花账 幸福大家万人的共欢唱 连刀垂头开心又安 只过你成美名言 近些年来 其实我们的戏曲艺术 在建校园 很多的小朋友 都来学习我们的戏曲艺术 学习我们的京剧 包括像戏曲频道 也有很多小朋友们 可以参与的节目 像快乐戏园 法备亮相吧 对 其实戏曲频道 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就希望工程 就是把这些青年演员 给开决出来 然后在这个演出中 把它们推出去 还有一个就未来工程 未来工程实际上 正好国家的政策 和戏曲频道 所能做的工作 不毛而合了 戏曲频道就用 它的社会辐射力 和这些优秀中青年演员的 这样人才的优势 来进行一种 就是艺术家和孩子的互动 是孩子在和艺术家的 这种互动中 他的心中不仅仅种下 这个戏曲的种子 而且他能够跟好演员 在接触的时候 他能提高他的戏曲本领 另外是其他小朋友 看着这些孩子的成就 逐渐他们也去有这个兴趣 其实这是戏曲频道 在社会也在做戏曲经校园的同时 戏曲频道发挥的 这两个栏目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这个宝贝亮相 这个可能更跟现在的 节目的制作的思维模式 和呈现方式 结合得更加现代的一点 他的整个舞台的那种成熟感 包括他的整于 那个现场的那种形式感 和孩子参与以后的 那种游戏感 以及专家点评以后 对他的那种艺术发展的针对性 结合得非常好 倘上来讲 我认为这个宝贝亮相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有创意的节目 同时也是戏曲频道的 对戏曲发展和戏曲土壤的 培育的一个一份奉献 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 我有这样的声音 融入我们的血液 我们将穷尽一身 去追寻这极致的动听 哪怕路途大远 哪怕跌倒受伤 当我们决定 持续前往的那一刻 梦想就注定对我们点亮 我觉得快乐戏员 它干了很多年 我觉得就是每天 少玩节目的时段 当时下午六点多钟 这个节目就出现了 很多喜欢戏曲的小朋友 都参加过这个栏目 参加这个栏目 对它是一种鼓励 是一种荣誉 其实也是一种号召 更多的小朋友 他都有荣誉感 他就来参加 通过这个节目也能看到 我们的青年演员们 也是在对戏曲艺术的 这个普及 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 这种贡献 也是通过你们的努力 让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走进戏曲艺术 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艺术 我们的戏曲艺术 我已经到现在 张冲 你都让他 了解 我应该是一样的 在当时的戏曲艺术 我应该是一样的 我应该是一样的 只要我应该是一样的 荒江 荒无尽 江山土无碧了 江山土无碧 心长不尽 江山豹 只为那中国梦 青春烧光 西枣冲阳 梦风风 为此间渡风风 山高水长 四路啊 行处处回家 太阴望远 一洒乡春秋万方 大河山沼 相同学生的夜光 我像那个无缘 无缘将其组组上 不说那不信的张成 不坎坷 雄冠 雄冠漫刀不且长 远将这笔却当心不理想 生命的切胖小偷偷 世界忽连心忽连 和平脚步也恳强 也恳强 是 到如今幸福同乡 梦同乡 青春常在沉沉昆庄 幸福同乡 梦同乡 幸福同乡 藏在朝鲜困庄 年年花相思 金川更倾向 盛世中华盛世年 新墨星篇章 新墨星篇章 美丽的中国强 带您朝看不够 你是青山美国秀 带您朝看不够 带水青山美花圈 书记随夜长 我禁止你 如果是青山美国秀 还是青山美国秀 目标 写地在金川 我禁止你 李和金川 在这个很多的演唱会当中 都能看到我们 年轻演员的身影 包括刚刚我们说了 这么多空中剧院 也是见证了每一位 这个青年演员的 这个成长的过程 从最初的学生 到后来清津赛 到后来到京剧院 作为专业的京剧演员 其实这个过程 是不断成长的过程 那空中剧院 记录了大家这个舞台演出 也说明了大家 在这个京剧艺术上的这个水平 也在不断地提高 空中剧院 我第一次录是我的大戏 就是09年的除凤凌空 除凤凌空其实对我 真是挑战性太大了 它是属于是刀马蛋的东西 能武兼备 对 我就生练的 而且就是一个刚毕业 三年的学生 然后在空中剧院录一整出大戏 已经紧张到不行了 没想到它们俩在哪里 共产队 全不自然 都自然 当在空中剧院 发生地出大戏 而且那会儿真是紧张地上去 嗓子有点转 所以就为什么是我们说 每次空中剧院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次考试 考试 真的是 到现在一说录像 特别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空中剧院给我们录 但是一录像呢真是紧张 从下午办戏就开始紧张 然后风香戏 我觉得是成就 我跟小军那个乐剧的一个平台 也是让很多 就是京剧以外的戏迷认识我们 好多人说你们唱的乐剧 还真有点专业的那个意思 后来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们每年也是很期待的 梁兄 四方门见一只梅 四双鸟儿 得当地 是一瞧万字扎扎啊 叫我啊 想你两声高喜喽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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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寒爽的送来喜家宝西许 恭喜夜里一路平安八家贵 回首这个一路走来感慨很多 真的是 真是能看出这么几年的变化 也是能够见证自己吧 也是就跟看小说那个照片一样 一年一年不同的样子 都记录下来 对 嗯 而刚刚看到马伯通 还有一段这个演唱 真是看着14年的时候 再看现在 这感觉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体会 这很感慨 而且还是我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说 其实有很多感慨 就是一个自己的是成长的 其实更多的是 我在这个空中剧院当中学习 就是我从中专的时候 那时候空中剧院的开播 然后我见到了很多 没见过的戏 然后学习到了很多的这个知识 包括艺术家的 这个在舞台上的风范 通过这些 每年的这些几次或十几次 这种空中剧院的录制 让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有很大的增强 也是这些年过来 然后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得体会 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 自己想一想 空中剧院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同时也给了你很大的动力 对 成长过程就是成熟过程 那张岚呢 应该说空中剧院 也是录制了很多的剧目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一批演员 对于空中剧院来讲 都是一样的体会 都有共同的体会 都是就是在空中剧院录了很多出戏 每个演员都是在空中剧院 慢慢地伴随着我们这批演员 慢慢地成长 通过每一次空中剧院的录制 然后播出 我们都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进步 还有一些问题 然后再通过平台呢 继续地努力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然后能让自己还能够进步 还能够更好 我觉得这个空中剧院这个栏目 对于我们这个戏曲人来说 应该算是一个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 共同成长 互相帮助 然后也互相激励 是我们这一批演员 我觉得应该都是有这个 同样的感受 让我们感受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如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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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和你 和你 和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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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到开播20周年的系列演唱会 那么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呢 也是这个系列演出的最后一场了 其实很多的演员都会来表达 真的是对戏剧频道的这份热爱 这份深情 像张兰刚刚所说的 它是温暖的 它是感动的 它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记忆的 而且所有的戏剧频道留下的这些 精彩的节目和画面 都将成为未来很多的年轻一代的演员 去回顾戏曲艺术的时候的一个巨大的宝库 我们前辈艺术家也在戏曲频道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资料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一起来听一首戏歌 是杜小玄和蓝天为我们带来的《再启航》 其实也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戏曲频道走过的20年是值得我们记忆的 那么未来戏曲频道《再启航》 依旧会把我们的戏曲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 那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同时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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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起航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多少年初心不改 多少年底里图强 一如当年那艘红船中 誓言吭枪 一如蓝绿不断成长 多少年风雨渐沉 多少年久所担当 青春激荡 征途千方 时光融梦想 积极中流 乘风破浪 新世代新的烂图 新世代新的气象 追迎来东方中国的少年模样 江山庄里人民肖康 在起航 在起航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在起航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在起航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在起航 向着复兴 向着辉煌 向着光明 向着希望 响着复兴 响着灰 响着复兴 响着复兴 响着复兴